OK 兄弟们大家好 最近给兄弟们解说的那个剑慧单挑战比较多 今天给兄弟们解说一把剑慧的一个比赛 这一把比赛的话 正好也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两个队伍 对面的话是润土的一个三宫的一个队伍 关在番的话是画碗的一个三宫团队 而且这一把比赛呢 两边都是风阵打风阵很少见的 看见这两个队伍的一个对决没有被克正 所以说的话也是比较公平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对面优势应该会大一些 对面的话是拿了一个风系的 就是辅助的一个一术 好吧 地辅的话也算是风险 辅助一二术拿了一个物理系的一个一术 两边的话开局的话同时点倒彼此的彼此的一个物理系 关在番的话点倒的是对面的尼摩神 对面点倒的是关在番的一个斯多林 我们来看一下关在番的一个金脉 画碗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真军的一个金脉 对面的话应该是润土是真军的金脉 对面润土是真军的金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对面的话直接开眼要清关在番的首发林中鸟 画身的话提前破甲 关在番的话也是开眼 脸边的操作都是非常的近相啊 关在番的话画身刘云爵 给关在番的一个宁波城 想看一下能不能拿到一个物理速度 因为毕竟如果说对面 对吧 斯多林跟宁波城都要比关在番的宁波城快的话 关在番会非常难打 那人物单位一旦倒地 配数拉不起直接锁波 而且是对面两个人一起锁波 不是一个人锁波 就是关在番的配数拉起人物 对吧 对面得等对面斯多林跟宁波城都飞机玩 所以说的话 这边的话也是加了一把刘云爵 有时候你们会问啊 我上次看见有一个弹幕啊 有时候你们会问 那三弓的配数 为什么一定会比对面的物理器快 不能搞那一种 就是刚刚好好 就是能够卡自己速度的那种配数吗 我告诉你不可以 因为三弓的团队有的时候要开鸟阵 你懂吧 就是说你的配数一定是要比自己快很多的 因为三弓团队的话 是特别容易开到鸟阵的一个阵容 就所以说的话 对吧 鸟阵的话人物加那么快 就所以说的话 三弓团队的配数 肯定会比对面的物理器要快一些 就不可能卡数卡的那么死 所以说的话 对面有一二速加物理系的一个速度 这一把比赛 看一下观战番 画完这么 这边怎么应对啊 画完第二回合就加流云了 也肯定就是知道这个问题 对面的话提前笑 画线的话破甲 两个辅助门派都被破甲过 教室完挂对面的一个苏东尼 对面苏东尼换顺法 你看见没有 你看没有 直接锁波 对吧 比赛的话 第第三回合 他这个宝宝算是比较卡数的宝宝了 就是比对面的苏东尼跟尼波城要慢一些 比自己更好 赶好快一些 比赛的话 第第三回合 两边其实还行啊 局面上面来说的话 五五开啊 反而是对面的 小小死丸 中的多一些 对面拉润坨 一个拉一个挺 因为棺材番的话 中的小死丸不多啊 对面特别怕棺材番死 所以说一直在笑 这个林宝城的话 没有点 没有点小 小阳关 因为棺材番的话 尸体单位太多了 比赛的话 第四回合 哪边数哪边赢不好说啊 这几回合的话 反而是棺材番的优势要大一些啊 毕竟的话 对面 这个 小死丸的话 中的比较多啊 我们来看一下 压力 给到对面指挥 看一下对面指挥的话 怎么应对 对面有些宝宝 你看 对面宝宝没有林中鸟 我就搞不懂了 对面的话 小死丸挂挂 关材番的一个搜索领 没有挂起来 关材番的搜索领的话 比对面林宝城更慢一些 对面林宝城先出手 关材番的林宝城的话 会压对面的一个林宝城 但是对面这个林宝城的这个血条 一刀应该死不了 OK 一刀打出163 那关材番的搜索领 看一下能不能生 哇 关材番这个搜索领啊 风投位 8级163 增加32%的伤害 这宝宝得死一片 哎哟 这个就很尴尬 拉起来 顶了个 魔法药 对吧 没有配数顶药 那这一把 8级163的话 没有出手啊 把风投位 8级163 风投位其实也是一个 正法加成很高的一个位置 20% 加8级163 32% 将近是50%的一个伤害加成 就是你飞 飞1万点血 多5000点血 飞5000点血 多2500点血 这把飞机没有飞出去 感觉有点可惜啊 比赛第6回合 对面打得很稳 发生的话起了个盾 需要锁完的话 直接点挂 对面的一个 斯托宁 对面斯托宁更快一些 关键翻这个斯托宁的话 看一下还有没有命 能不能再来一把 193 宝宝有贴 很细 这把的话宝宝有贴 没有能够锁得住 就现在啊 打三宫确实是很卷啊 打三宫有些 三宫队伍的老板 都是要 都是要更新神马 真的 可能你 三宫队伍的话 在面对复战队伍的话 宝宝宝宝宝带马 作用没有那么大 但是你三宫队伍 在打三宫队伍的时候 就是对面 物理系速度快 优势就会很大 好吧 比赛的话第七回首 对面的话 中了三个小时吧 关键翻的话 只有 一个 对面的话 甩了一把无间地狱 甩无间地狱 甩无间地狱 对面这个天神怒斩 可能要偷化身啊 不会偷化身吧 对吧 天神怒斩 不会要偷化身吧 没有偷化身 因为现在化身 都是八级163啊 就是第一把的话 就第一把 就是第一把死 肯定是百分之百 要神要神要的 基本上都是神要 武器加八级163 八级163的话 第一把神用的几率 百分之百 加武器的几率 基本上就是百分之百 好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 对面开的这一手 无间 有点没有太看懂 实话实说 对面的话换顺法 这个就叫做 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 两个163 看一下地府 要不要换 地府换了 化身没换 化身是选择笑 我还以为化 化身要换 这边的话 直接1.0元 沿对面的两个单位 关站翻的话 化身这个时候 来了一把 纠集自动 按道理的话 是化身要舍身取一自己 很明显化身是要舍自己 好吧 可能是化身的技能比较多 对吧 这一把舍身取一的话 没有出来 那我们就可以 显现得到 化碗 在指挥的时候 怎么喷人 我操 兄弟你搞什么 舍身取一你找不到 对吧 你玩个娇啊 你玩 就如果说是操作手的话 你就是一顿喷 好吧 如果说是老板操作的话 老板没关系 每个人都会有错 对不对 无所谓的一把 见会而已 对吧 输就输了 没关系 舍身取一出来的话 咱们稳赢的局 对吧 比赛的话 第九回合 就关站翻 这一把舍身取一出来 也不一定好赢 因为对面的话 一二四 关站翻的话 出来之后的话 也也也辞不了 其实作用也没有那么大 实话之说 好吧 比赛 也就十回合 好吧 十回合的比赛 咱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